近日一张关于3D系显卡的天梯图提前泄露了老黄接下来的动作 除了显存为20GB的RTX3080和一款暂未确定的PG142准旗舰外 定位为终端甜品卡的RTX3060也得到了证实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 关于这款RTX3060都有哪些具体消息吧 从天梯图可以看出 此次的RTX3060同样被定位在RTX3070以下 处于终端甜品等级 应该算是RTX30系的入门系产品 与RTX20系相比 它的性能似乎等同于RTX2080 但是不是Ti或者Super就不得而知了 除此之外根据VDocats爆料 在规格参数上 此款RTX3060同样采用了安培架构 将GEGA106核心打造 也就是RTX3070的简易版 内置4864个CUDA核心 配备带宽为256bit的8GB DD26显存 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7GHz TdB功耗大约在180到200瓦之间 除了核心数会比RTX3070少了1024个外 其他方面几乎和3070一致 在外观方面 据SlashLix称 RTX3060的公版设计 与其他三款30系显卡相比 可谓非常秀真 不仅只有一个风扇 而且整个PCB版的长度也非常短 难不成这是将老黄的RTX3080对分半的结果 不过此设计图的可信度 尚不得而知 看起来就不像真的 甚至图片右侧还写了GDDR6X显存 应该是虚假消息了 毕竟更高端的RTX3070都没有配备GDDR6X显存 更不用说这个甜品的3060了 而在具体性能方面 根据英伟达官方宣称 RTX3070在4K游戏中的平均性能将超过RTX2080Ti 那么可以猜测RTX3060的性能应该与RTX2080相媲美 至于在定价方面 老黄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 毕竟前几个30系大佬都那么会玩 相信作为小弟的RTX3060也会极具性价比 就估计为了与AMD新一代的光局显卡抢夺中低端市场 3060的国内售价应该在2000出头 可谓是真香 总的来说 自从GDDR6X1660开创了以低功耗仅120W 不到2000元的甜品价格击败曾经的次级件GDDR6X980的先河外 如今的RTX3060似乎也在消防这一举措 如果真的能够如愿以偿 那么玩家肯定会感动到流泪 做梦都能笑醒 但要想实现这个梦想 那我们就必须大喊AMD YES 不然皮一刀客老黄是不可能恩赐的 只有靠同皇衬托 就像锐龙吊打酷睿那样 这才是真正的希望 不然真的是GDX1060之后再无甜点神卡 也希望3060能够重振当年的甜点雄风 成为又一代畅销神卡吧 所以只能说NVIDIA YES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